我兩年前開始學攝影 起初就玩一下, 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興趣 誰知道越拍越喜歡 最初就拍一下街頭航尾 就讓我發覺原來很多老人家 是在街邊撿垃圾、紙皮, 維持生計的 我想在鏡頭上 我看到很多以前忽略了的東西 在學攝影期間, 我也去了幾次旅行 我再不只是拍一些很漂亮的風景 我會留意不同的角落 例如在越南, 會看到一間餐廳 有一盞很漂亮的燈 又或者在北海上, 雪地上有一片葉 湖邊正在融雪 又或者在塔斯曼尼亞 看到小朋友很開心地跑 我都會馬上拍下來 我相信在鏡頭下 我會看到一般抱著遊客心態 看不到的東西 其實攝影是很大部分 以光影構成動人的畫面 最近有一次, 我買了一枝玫瑰花 去到西貨一個沙灘 同一個地點對著一枝玫瑰花 我拍了百多張照片 我發現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光影之下 同一枝花可以散發出不同的味道 我相信任何事物 從不同的角度看, 你會發現更多 有一天, 我又是去西貢拍照 我發現不同的車站 有一些不同的款式 舊的家居座椅 我相信是居民自發性地放在那裡 讓那些等車的人 特別是老人家坐下 我覺得很有趣 好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 於是故意駕駛到不同的車站 去拍那些座椅 還要是下大雨的時候拍 我覺得攝影 令我看到一些看似平凡 但其實也有異議的事物 最近我去到一個會所泳池 聽到有人輕掃結他的聲音 於是好奇看一看 就看到有一個年輕的救生員 在彈結他 當時泳池沒有人在游泳 我覺得很有趣就拍了幾張照片 他當時還怕我投訴他 後來我們聊天之後 就知道他剛剛中學畢業 預備入大學 我們現在已經成為朋友了 他還經常用手機 發出一些他拍的照片給我看 攝影令我更容易結識到不同的朋友 其實分享了這麼多攝影的經歷 我最想表達的是 我以前想的事比較多和遠 往往會忽略身邊比較近的人同事 而攝影正正可以幫助我 留意身邊不同事物的細節 無論是晴天或是雨天 我都可以活在當下 享受當下每一個在我身邊走過的人 他們的動態、眼神 甚至只留下一些美麗的光和影 你都不妨去找自己的興趣 說不定有不同的得著 今天很高興 很不妨 你打電話 我就沒在電話 那就是你想要 你不佩服 你算是誰 就會讓你去 我做生意 你不想嗎 你想要